他想要问的问题是这样的 他是说呢 他已经65岁了 想知道怎么样来办红蓝卡 那他对于这个点数的要求 到底是什么呢 开始听别人讲 在美国只要工作超过10年 也就是累积的点数 超过40点的话 就可以拿到免费的红蓝卡 真的有这回事吗 那另外他想要知道说 如果离婚的配偶呢 他有40点 那他自己本身没有 那是不是他还是可以拿到红蓝卡 因为配偶有的话 他自己不够的话 是不是就算已经离婚了 反正配偶以前之前的前妻有 他现在还是一样 能够享受这福利呢 到底红蓝卡是怎么样做计算的呢 如果自己本身不够 配偶已经够了 是不是还可以拿得到呢 像这样的问题 我们库堂小天使 立刻为大家找到的是 我们节目的好朋友 天宁保险张念廷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小米好大家好 哇红蓝卡您最熟了 跟我解释一下好吗 是 我可以这样子来比喻来解释 红蓝卡要得到是要凭资格 你的资格到位了没有 那你的条件是不是配合的上 也就是40点 40点就像小米刚刚讲的 你要在美国报税工作 报税10年 一年4个点 10年不就40个点吗 当然你可能可工作了18年 20年没问题 那这个呢 有牵涉到你的退休赤安金 然后也牵涉到你的红蓝卡 那红蓝卡呢 假如说你的点数不够 美国政府是用30点来划分 你0点到30点之间 你假如说是在这个范围的 A部分你每个月要付499元 我们要来又用钱来买 假如说你的点数是在30到40点 你一个月要花274元来买 因为你原来报税的没有纳税 你可能是不管什么任何理由 你没有纳税没有点数 那现在政府要求你用钱来买A 那B每一个人都要花钱 也就是目前是170块 170元一脚 听说明年会降到160吧 那目前政府还没有明文规定出来 所以我们不知道 所以呢 这个是希望大家随时跟我们天宁 可以保持联络吧 我们有新的状况可以告诉大家 还有提到离婚对不对 是 这个配偶的呢 是可以拿离婚了 你可以拿配偶的一半的福利 你的点数没有 或者有缺陷不够 你配偶有完整的点数 你可以用他的福利 一半的福利点数都可以有红安卡 但是有两个条件 你们以前报税的时候都是一起报税 然后离婚了 任何一方没有再婚 那这个就可以用到离婚的配偶的福利了 任何一方都不能再婚啊 两方都不能再婚啊 对 你不能再婚 那再婚的你就不是跟着新的配偶去拿福利了 OK OK 是是是是 好吧 好的好的 所以这个问题希望我们有快速的解决到我们听众的问题 因为他昨天又在我们的YouTube留言 然后又在我们的语音留言可能是比较急一点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天宁保险张先生 给我们很仔细的做这样的一个回答 然后